資訊軟體的問題 各位同學好 歡迎來到這個作業系統這一堂課 我是周知遠 是這堂課授課的老師 那我們這堂課 作業系統的課本 是這一本叫做 operating system concepts 那這本書就如同作業系統一樣 他是我們的 志工系的聖經之一 就是 最重要最重要的課本 只要是教作業系統 大概80% 尤其是 知名的學校等等 幾乎全部都是用這一本 稱之為所謂的聖經 那你可以看見這本書呢 其實非常非常久 就有了我在讀學書 在讀書的時候 也是用這一本 而且都已經到了第六版了 可見第一版有多早 所以是非常非常古老的一本書 那這本書呢 隨著這個 這幾年都有很大的一個 就是他都有不斷在翻新版本 所以就現在最新的 我們會使用的是以這個第九版為主 那也就是 這邊 這一本 大家可以看見 那非常建議大家去買這一本書 因為 如同剛才說的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門課 然後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裡面的內容是非常基礎的 那 所以說 非常值得參考 那 但每一個版本 其實不必太在意 你們買的是哪一個版本 其實他每一版的改版的內容 差異非常的 小 尤其是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 其實沒有太大的變化 所以如果你在圖書館啊 街道 或是從哪邊 有人這個 可以給你 比較舊一般版本的 這個作業系統的書的話 其實沒有關係 你們可以就去用 無所謂 但是非常非常重要是 每年都提醒 但是的確 最近這個狀況越來越多了 就是 大家都只看 課本的 從課堂上的 slice 因為都幫你整理好嘛 可能考試也比較會從slice出來 但是呢 各位絕對要去仔細的看 這本書裡面的內容 每一個章節 因為裡面講的才是details 才會把很多很重要的觀念講得非常非常清楚 上課畢竟時間是很有限的 一個小時後就 兩個小時就一張就過去了 一些例子等等 可是這書裡面 他怎麼樣去形容這些 裡面的這每一個的定義 還有例子等等 他會寫得非常清楚 所以 大家一定要去看裡面的書 這樣才不會有 考試的時候才會問到 老是這個講的時候 好像沒有講清楚 或者說 怎麼講的不太一樣 那其實一定是以課本 為主的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去看 裡面的內容 是非常值得看的 好 那這本書也可以看見 他叫做 operative concepts 他用了concept這個turn 其實是非常好的 我認為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個 這個含義在裡頭 因為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 電腦眼鏡非常的快 對不對 我們等一下第一節就會介紹 從 有電腦開始 我們稱之為電腦 就有作業系統 到了現在 我們雖然只過了四五十年 可是電腦的發展 大家都看得見 非常非常大 所以作業系統 當然還在那裡 可是電腦的形式 它的功能 對不對 等等 變化其實非常大的 所以可以想見 其實作業系統 這個軟體 對不對 這個系統的設計本身 一定改變也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這本書 我們剛才說了 他已經出了這麼多年了 內容也不太改 為什麼 因為他介紹的就是核心的concept 這個是 就算電腦在怎麼改變 是沒有 做變動的部分 所以 其實並不是要教大家 現在的 現在大家可能比較care 是Android 手機上的OS 對不對 並不是要教各位 手機上的OS 到底是怎麼運作的 不是這種最新 State of Art 然後是這些東西 其實他教的只是 核心的基礎而已 所以不管未來 在做什麼樣的變化 電腦的形式 等等在做什麼樣的改變 你會發現 concept 仍然就是那一些 所以 他這個concept 就是 這個核心的部分 而不是要教大家 最advanced 然後最複雜的 甚至於各位會發現 我們上課教的那種 怎麼 好像 很street for me 很多設計的方法概念 這個 都想得到 因為他只是要告訴你一個概念 當然到了你 真的去看一些 作為系統 更複雜的作為系統的時候 當然 不是這樣簡單的 所以才有這麼多的研究 繼續ungoing 去設計未來的OS 等等 但是他的核心其實就是 那些不會變 也就是我們這堂課要教的部分 對 第二個部分的話 就是說 你可以看見 他的concept意思就是說 其實他只會教到你 就像剛剛提到的 概念 這個事情 他是最核心的 但是他也只是教到了 概念 所以 真的OS 像我們剛才說的 到底怎麼運作 你今天知道這個概念 你怎麼樣可以把它 真的 始作出來 我今天真的有辦法 做一個作為系統嗎 這本書 就沒有cover到 這麼多 也就是像實作 還有一些 這種hands-on的東西 他就畢竟是有限 我們大家看見內容 其實非常非常多 所以沒有辦法cover到這麼多 然後這麼的廣泛 那這是為什麼我們這堂課 會有 增加會有作業的原因 就是想要彌補 這本書 或者課堂上的slice 只有cover到concept概念 卻沒有 實作的部分 所以我們會有四個作業 讓大家去 修改一個 教育用的模擬的作業系統 雖然聽起來好像只是教育 只是模擬 但其實他該有的 都有 我們等一下就會 提到 所以就是各位會需要去實作 真的去寫 這個 這個 OS裡面 一些最核心的 控制的部分 的程式 然後需要去trace 所以才會說 其實 Programming的loading 是不少的 需要有一定的 Background 知道怎麼去trace code 這個是 書本的部分 所以非常建議大家去買 剛剛也提到了 我們這堂課最大的特色 就是會有這四個 程式的作業 去修改一個 simulated的 OS 而且是for education 它純粹就是為了上課教學 被開發出來的作業系統 這個作業系統 叫做Nachos 墨西哥那個 洋芋片那個Nachos 當然不是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他的全名 是這個全名當然是跟OS等等有關的 只是簡寫變成Nachos 好念跑技 那這個 其實在 國外 在國外的大學 尤其知名大學 還有國內重要的學校 其實都已經在使用這個Nachos 所以他並不是一個什麼很特殊的 其實非常普遍 而且其實是一個 大家公認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教學的一個 軟體 就是提供讓大家可以更了解 他的code 的部分 一個教材 所以其實他的這個相關的資料 其實 是蠻多的 當然你要去查 英文查 不是中文查 中文大概都查不到這些 比較 國外在使用的東西 畢竟國內還沒有到那麼那麼普遍 但是每一年都有越來越多學校開始去使用 那我們 我們開這堂課已經用了好幾年 從第一年開始 所以已經到第六年了 那所以其實裡面的這些內容設計 還有份量 因此也就每一年每年 都在增加一點 那今年 去年很重要的加入了filesystem的部分 那今年就沒有再增加了 所以這是 good news 但基本上其實蠻多的啦 你可以看見這三個主要component都有了 所以我們大概沒有再繼續加下去 那 所以呢 有任何疑問 大家就是Google 我們communal science最好的地方 就在於 全部在網路上都可以學習 所以Nachos你絕對可以找到非常多的 相關的資訊 還有討論 都可以找得到這些資料 但是當然就希望大家也不要過度的去查 也就是說 甚至於去找答案這些 這就非常不建議了 並不是要大家找一個答案出來給我們而已 是希望你們自己去寫 然後去跟課程的東西做聯想 那我們在DEFON的時候 助教當然會問問題 而且是兩位同學都會去問 所以你們的分數不是說 同一組 分數反戰就一樣 不是這樣子 TN會去看你們的貢獻度 還有回答問題的 內容 去做一些調整 所以說一定要自己真的了解 自己動手下去寫 不要 過度的去找答案 好 但是這個作業 會發現 真的比較challenge 尤其跟你們之前的作業 這種程式作業 也還是不一樣 第一個 這個code 是用C++寫的 supposedly這個問題應該比較小 因為大家 子宮寫一定寫過C 一定會C 對不對 那或是有background的一定都有C 那 或許沒有用過C++ 可是如果你上過OO的課 object-oriented 對不對 現在大部分比較新的language 都是這種 物件導向的觀念 你有那個觀念 你會C的語法 結合在一起 那就是C++ 所以其實 你應該把所學 把它這個結合一下 應該問題不大 但是如果這些概念都沒有沒經驗 當然會非常非常痛苦 那就不太建議了 第二個 Linux coding environment 所以 我知道很多人 之前的程式 雖然就只focus在自己的程式 所以大家都跑在 Universal Studio 這些就是這些GUI界面 但是這堂課竟然是OS OS當然就是Linux 對不對 因為它open source 所以你可以去改 可以去動 而不是 Windows 只是一個commercial 包起來 user-friendly 這樣子而已 所以對於Linux 這個作業系統 應該要做一個更進步的了解 所以這堂課會是你非常好的機會 開始 去對這部分了解 以前如果沒接觸過Linux 的話 應該用這堂課 開始在上面 熟悉 在上面做 就是做一些簡單的cold tracing 檔案的處理 compile 執行 debugging 等等 這些非常基本的 這些東西 comment 去熟悉一下 所以我們的助教會setup這個環境 其實 也沒有什麼特別 就是login進去 就在上面開始使用 只是說你都要用一些comment的方式 而不是用滑鼠點點 這些東西 那其實 並不只是 這個 說為了這個 寫程式 你會發現 你在去使用這個作業系統 時候 因為它更貼近了作業系統 本身 不是透過一個 頁面 就是透過一個 視覺化的東西 你會更能夠去感受到 作業系統的 運作 我們這堂課其實教了很多的東西 就是你們下這些comment 在做後面背後的事情而已 所以 其實你 真的去操作這些comment 然後去看它 output出來的這些東西 內容 data等等 你就可以更能夠感覺到 它之間的關聯性 所以非常非常建議大家 就是 開始 login進去 然後在上面 完全在上面去寫程式 debug 等等 未來你們去工作也一樣 一定 很多 不少 都是在這種環境的 所以千萬不要等到去工作才開始學 在學校 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尤其有些問題 TA等等都會可以給你 這個協助 所以同學可以討論 自己上網查一下 comment line有哪些 其實不會太複雜的 最後一個 也非常特別的 code tracing 所以 之前大家的程式作業 我相信 幾乎 都是從頭開始 從man開始寫 對不對 從頭到尾就是自己的程式 然後可能 你很了不起 寫了1000行 覺得這整個是 我的這個 畢生的 目前為止 最好的milestone 你會發現 未來碰到的程式 1000行好像沒有什麼 都是幾萬行 幾十萬行 那 所以 當然不可能是自己寫的 對不對 沒有人會從頭到尾 把一整個 這個系統 或是完整的東西 全部自己寫 這種機會其實是很少很少發生的 所以真正到未來你們寫程式的時候 多半都是在修改別人的程式 對不對 所以你要知道先看懂別人的程式架構是什麼 然後知道 我今天要做的這件事情 是在這整個程式中的哪一個部分 然後 我怎麼樣去做 Debug 我改寫這塊之後 他就連compile都不會compile 那你要能夠figure out為什麼 那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差異 那這堂課呢 因為 當然Nachos是別人寫的啦 對不對 而且呢 各位要去改的就是我們剛才看見那幾個 部分而已 那幾個部分不代表只在一個檔案 是只在 好幾個檔案 所以 這叫做co-tracing 你要知道他的co-pass 對不對 所以這每一個 這個程式 的這個檔案 還有function code之間的 順序是什麼 所以我在哪邊要去 改動的話 其他地方也要 相對應的去做調整 這就叫做co-tracing 所以這堂課必須怎麼做 所以一定要去 你會發現這幾個作業的第一個 Working item就是 請大家先去看一下 他目前怎麼實作的 整個實作的流程 那你trace完之後了解了 你再去 判斷 我要改的是哪一塊 然後勒 所以剛才說了 Linux上面那些printf 基本的debugging 這些 簡單的工具或方式 大家還是要去使用的 才有可能 能夠去完成它 所以這是很不一樣的部分 不是從頭到尾自己寫一個作業系統 寫一個檔案就結束了 其實是要對整個系統一些了解 所以如果對於 整個程式 這些方面被逛不足的話 你就會比較吃力的 但是 CS的我們訓練了兩年 supposedly 這些技能應該 都已經有了 但你可能還沒有機會去用而已 那這會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知道怎麼樣 不是debug自己的層次 還有別人的層次 怎麼樣去compile它等等 好 沒問題 所以這是 MT的部分 Bl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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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要不要 沒有說 對 感谢观看